众所期待的南市活动中心 在议员跟公所的共同努力之下 在日前终于正式完工 即将在20号的时候举行启用典礼 那么这一座活动中心 未来将会结合周边的公园 朝向多功能活动中心的目标迈进 相信未来一定可以大大的提升 当地民众的生活品质 南市里是领口第二大里 里民人口数有很多 大约有11000人左右 需求性也相对很大 所以南市活动中心的新建 也是里民所期待的 所以在议员与公所的努力下 终于在日前完工 20日将正式启用 我们领口区南市市民活动中心 及公园 即将在12月20号早上来启用 那这个活动中心呢 它本身是一个两层楼的建筑物 那一楼是一个 一个多功能的一个空间 那二楼是三间研习教室 活动中心原是公园预定用地 所以和公园结合在一起 采现代最新透水工法来施作 落成后周边会做环境的绿美化 使得整个建筑物和周边公园结合 可以推供当地居民一个多功能的活动中心 希望附近住户能够散加利用 那启用之后呢 可以为我们这个周围的这个社区的民众 开放来租借使用 那活动当天也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 共同来到老连 启用之后将可以提供居民 一个安全舒适的空间 还有交流连移的活动场所 更能够提供当地居民生活的品质 永家乐新闻林口采访报道 年终将至相信有不少家庭 可能有这个大型的家具要丢弃 而新北市政府环保局为了辩民 将会在各个时段当中开放定点 方便民众丢弃大型家具 而里长也呼吁你们 希望大家能够遵守大型家具的事出时程 以利清洁队的作业 年关将至家家户户累积了 整年度的大型家具 新北市环保局为了辩民 将于各个时段中开放定点 让市民将大型家具释出 在大型家具统一堆制之后 再由各地的清洁队统一回收处理 那在一年一度的盛事 也就是说大型的家具的话 它意计是在12月16日上午开始 到明年的延月25号 它已经开会决定了 在每个里的话 都有设置一个三至四点 三点的一个堆制点 新中区建安里里长表示 大型家具的轻运皆已排定行程 希望民众能够在10层之内将大型家具释出 以利清洁队的作业 那尤其是我们建安里的话 今年度的话可能排得比较早一点 那所以说我在这边都要特别来复义一下 我们建安里所有的乡亲 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的时间是安排在 今年12月21号早上5点之前 那也就是说在12月20号晚上9点开始 到凌晨的5点 希望说我们的乡亲大家共同来配合 乡亲在清洁队的努力之下 配合民众手法规律 将大型家具垃圾释出 能够让每个人的家中在过年期间 能够有一个干净清幽的居家环境来过青年 影家的记者在新北市采访报道